像咱那丫头曾经说过 曹燕冰要去 是因为他要去一个叫 卢花鼓楼的地方 卢花鼓楼 你确定你没听错 我确定 的确是卢花鼓楼 连条街都守不住 被人赶出去流落荒郊野里 就这么点本事 还妄想当镇魂将 将军 我的确是丢了韩仙结果家 但我却没有犯什么 要被你们裙英殿 抓来的罪过吗 谁说你没罪 胆敢放走裙英殿 通缉重犯曹燕冰 你自己说该当喝醉 什么 曹燕冰是通缉犯 如果你少把心思 放在你那个破灵台上 多看看外媒的消息 就会知道 我们早就通缉曹燕冰 好几个月了 大人 大人明鉴 我的确不知道曹燕冰是通缉犯 如果我知道的话一定 不管什么理由 人是从你手上溜走的 本将理应将你丢进千级黑场 但如果你能如实交代 曹燕冰的去向 或许我能算你将功折罪 替你向上头说起了 曹燕冰的去处是吧 我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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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来了 想想那丫头曾经说过 曹燕冰要去 是因为他要去一个 叫卢花鼓楼的地方 卢花鼓楼 你确定你没听错 我确定 的确是卢花鼓楼 相军 这卢花鼓楼为何处啊 不该问的别问 都是待着 相军 相军 既能卫武区请问相军 卢花鼓楼 传说中的神之领域 这个曹燕冰他到底想干什么 那个家伙无法无天 唯恐天下不乱 前往神之领域 必定有所图谋 你还有脸说这些 当初要不是你看管不力 让他从千姬黑叉跑了 哪会有如今这些麻烦 当务之急 是赶紧把他找到 抓回来 是 可是 属下只听过卢花鼓楼的名字 不知道那地方在哪儿 你别看我 我也不知道那地方在哪儿 这可怎么办 怪不得你抓曹燕冰 这么久都抓不到他 做事不动脑子就只能跑断腿 还请大家偷明示 你觉得 你我都不知道的地方 他曹燕冰会知道吗 对啊 他肯定也不知道 那如果是你 想去卢花鼓楼 却不知道在哪儿 你会怎么做 问路 好 之前曹燕冰 在雨林街认识的那位门司令 他为了寻找女儿出事后的元神 可是走遍了镇魂街 对镇魂街的熟悉 是出了名的 谢大家投指点 末将这就去查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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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